内幕,王毅列举了对美国的种种不满后,布林肯说了一句话,王毅笑了。拜登之前说习近平是暴徒,克林顿曾说北京屠夫。欢迎收看新闻焦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蒂斯·David Ignatius披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安特尼·布林肯本周访问北京期间的一个引人忠目时刻是当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向他列举了对美国的种种不满后。 据说布林肯礼貌地听住,然后回答道,部长先生,我想在下一辈子回来时,再不会做任何错事的国家工作。王毅的回应呢?他笑了。这似乎是一个包容的时刻,表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先外交官接受了彼此对对方行为的重大关切,但他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共存。他们是竞争对手,但他们也可以像成年人一样进行对话。 布林肯此次访华是五年来首次,标志住两国关系的重新开始,经历了一段剧烈恶化。但就像重企计算计一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空白屏幕,细节将在以后揭晓。 拜登总统在周三晚上放松的言论让人对访华的热情冷却了下来,他称习近平主席是一位独裁者。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言,将全世界广泛认知的真相公开说出来,但它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但和拜登的其他口语失误一样,这种损害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个众生中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 有一些基本项目,两国之间的更多航班、人文交流的恢复,帮助控制致命药物分泰尼的生产,以及在重要但软性的全球议题上的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 在特别问题上,两国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他们需要相互对话。台湾是其中之一。虽然中国的野心和挑衅是现实,但在国际间清晰表达这一立场是重要的。 它不能只是为了激怒北京,而是为了提醒中国,任何对台湾的侵略行为都将导致后果。 还有乌克兰。这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但我们无法避免谈论它,因为它涉及一个关键的安全问题。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的威胁和行动,并对美国的干预警告。这是一种极度不寻常的表态,并且需要进行对话和澄清。 目前,中美关系重启的节奏比较缓慢,但对话和相互了解的网络正在建立。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安全紧张局势将继续存在,但建立起一个尊重和建设性对话的能力,对于这两个全球大国关系的稳定和进步至关重要。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拜登之前说习近平是暴徒,克林顿曾说北京屠夫。 华尔街日报。中国周三猛烈抨击美国总统拜登,拜登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 在美中关系似乎即将解冻之际,拜登的言论给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注入了新的不和谐之音。 拜登周二晚上在旧金山附近的一个筹款活动上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似乎突破了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称呼边界。 虽然习近平未经选举上台,而且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能符合教科书上对独裁者的描述,但政治分析人士说,这个词比较重,美国总统很少用他来形容他们希望与之进行外交接触的领导人。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Joe Blanchett说,拜登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即使是一带而过,似乎也是近几十年来在任美国总统中前所未有的。 Blanchett说,世界头号大国以贬低的方式提及他,我认为习近平会对此耿耿于怀,他希望被看作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 单单一个词可能不足以破坏计划中接下来的接触,但可能限制拜登修复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的能力,双方都认为这种关系对稳定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前外交官,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副总裁Daniel Russell说,像独裁者这样的标签只会强化中国有关美国有意遏制中国的观点,尽管此时正值中国似乎很希望两国关系更加稳定之际。 他说,这确实影响了双方气氛,而且不是往好的方向影响。 这次措辞上的小摩擦是两国政界人士之间言语上针锋相对的最新一力,证明了双方持续存在严重不信任。 除了带刺的言辞之外,美国和中国还在技术贸易、两国军队的行动以及人权问题上争论不休。 美国正关注美国官员所说的中国在古巴距离美国本土100英里的地方建立间谍基地的努力。 根据白宫公布的一份文字记录,拜登表示, 当我下令记录那个满载两节货运车厢那么重的间谍设备的气球时,习近平很不高兴,因为当时他不知道这个气球在哪里。 不,我是认真的,对那些独裁者来说,如果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尴尬的。 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发表的一些言论曾令中国政府感到不安,其中包括至少四次提到美国可能对台湾提供的支持, 这似乎与美中就台湾问题长期以来达成的协议不一致。 中国认为该协议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每一次白宫都就拜登关于台湾的言论做出了澄清。 往届美国总统过去曾尖锐地抨击中国领导人,但多数情况下是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往往也不带有个人色彩。 著名的一起事件是,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贝尔·克林顿·贝尔·克林顿提到了北京屠夫《Butchers of Beijing》一词。 那些跟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撰写过大量有关独裁者文章的Erica France表示,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明显符合独裁者的标准, 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没有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制度下获取的权利。 他说,尽管如此,这在政策圈子里仍是个很重的词,因此政治人士通常不愿意使用, 除非是在他们试图向外国政府施压或就人权等问题敲警中时。 拜登经常从私人视角描述他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称在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以及自己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两人曾有过互访交流。 虽然拜登称这些互动让他得出习近平很有智慧的印象, 但也警告说,中国是专制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 他曾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 而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活动中,拜登曾将习近平称为暴徒。 中国在国家宪法第一条中使用了专政一词,用来强调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宪法这样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积极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拜登与莫迪会晤,美国与印度达成一系列协议,应对中国的影响力。 半岛新闻 拜登总统赞扬美印关系进入新时代, 此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周四踏上白宫红地毯, 宣扬旨在对抗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国防和商业协议。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即将宣布的有关半导体、关键矿产、技术、太空合作 以及国防合作和销售的全面协议将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 其中一些旨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另一些则旨在垄断可能出现在未来战场的先进技术市场。 美国还寻求通过加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关系, 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下是已宣布或即将宣布的协议摘要。 通用电器GE与印度国有的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Kyle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在印度联合生产发动机,为印度空军的战斗机提供动力。 这项历史性交易是迄今为止所有公告中最重要的一项, 因为美国愿意让印度获得F414等美国关键技术, 而印度很少与非盟友分享这些技术。 对于印度来说,该协议非常重要, 因为这可以帮助它实现由国产发动机驱动的自制喷气式飞机的目标, 从而控制成本并避免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所涉及的GE发动机名为F414, 美国海军飞机已使用该发动机30多年。 Hale使用F414的前身为其本土轻型战斗机Tegis提供动力, 印度目前也在致力于开发下一代光辉2, 该机将由F414提供动力, 而该发动机还将用于印度下一代先进中型战斗机。 根据海事协议,该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将能够在印度造船厂停靠进行维修, 印度将采购美国制造的NP-9收割者武装无人机。 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将投资超过8亿美元, 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建造一座新的半导体测试和封装工厂, 价值27.5亿美元。 应用材料公司宣布将在印度建立半导体商业化和创新中心, 以促进半导体供应链多元化。 此外,LAM Research将培训6万名印度工程师, 以加速印度的半导体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目标。 莫迪表示,通过加强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太空、量子和电信等领域的合作, 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大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 美国还将让印度技术工人更容易获得和续签美国签证。 印度还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太空探索-阿尔推尼斯协议, 并与NASA合作于2024年联合执行国际空间站任务。 一系列协议出台之际, 正值一些立法者对印度民主倒退表示严重担忧之时, 包括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伊尔汗、奥马尔和拉西达特莱布在内的几位进步民主党人表示, 他们将抵制莫迪在国会的讲话。 莫迪将于周五在招待会上向美国首席执行官发表讲话, 美国公司计划在印度进行新投资。 谢谢收看新闻焦点。